HELLO 大家好我是達爾 那今天這集影片要來聊種族塔 那我今天會先聊右下角這個亡靈塔 那之後在 依順序可能會接著聊其他的種族塔 那這部影片主要會先介紹說 這個種族塔一般人都用什麼樣的陣容去推圖 那介紹完一般人的推圖陣容之後 我會再說 這些推圖的角色可以替代成什麼樣的其他東西 或者 另一些 就是比較 不是主流的 這個種族塔的推圖方式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那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五隻角色 古王 末日 奈拉 古公以及 玄米拉 女妖 這五隻角色 就是目前王以塔的 主流角色 主流角色意思就是 一般人 去推王以塔 或者你點左上角看那個通關的影片 通常 他們用的角色就會是這五隻角色 這個推關思路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 薛米拉開出大絕 然後其他角色就是為他撐時間 那包括 古王 末日就是在前面談 那 古公跟 奈拉就是要控制一下敵人 那這個 推關 在 前期吧我覺得 就是在 女妖開始 吳以前 這套推關方式都是我覺得 最輕鬆的 而且 薛米拉也因為 比較多人在 前期就是 大概23張的圖 以前 都是用薛米拉做主力輸出 所以說 就薛米拉拿來推王以塔 大概再推到 180層以前 都是我覺得 最容易的推關方式 那當然180層以後 還是 這套陣容 還是那個主流陣容 就是 目前你看到的左上角的那個 快速通關的畫面 最多 的 低降力配置 還是這一套 但是呢 我自己是覺得 女妖大概在 180層以後 就會變得 蠻 無力的啦 好吧 那我們回過頭來這邊 來看一下這個 王陰塔最常見的 推關陣容 還有他們可能的替換 這應該這樣擺 好然後 這個那一個啊 你想要的話 可以把它換成忍者 如果你是選擇 戀忍者 或者你想要把它換成 那個 我沒有那一隻 就是奧登 我貼個頭 在這邊 就或者你想要換 奧登的話也可以 然後除了這兩隻 古王 古王你可以換成 科學怪人 那末日 末日 古王科學怪人是 王陵目前三隻比較坦的角色 那需要注意的是 我自己是覺得科學怪人 他通常從後面往前走勢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個位置可能就擺 任何一隻其他東西都比較好 那因為科學怪人從後面走到前面才比較容易開出大決 那 主要就是 末日 古王跟 這個科學怪人三選二 來做 王陵的塔 那 八燈 我目前沒有看到有人在王陵塔去用過八燈 所以 我自己用也沒有用過 就 我有嘗試上場 但是 效果不佳 所以我自己也不會去建議說在這裡用八燈 不過 因為 那個活動可能有些人有念八燈 所以說 可能 就還是會有人可以開發出來 就八燈在 王陵塔的用處吧 那 如果八燈可以上場的話應該是代替忍者的位置 這樣 然後最後這兩個位置就是 骨弓跟 女妖 這兩個位置我覺得比較固定一點點 就假如說你是用女妖主義推圖 那當然我剛剛也說了 女妖 後期可能會稍微無力一點點 那這時候你女妖也可以換我們剛剛提到那個奧登 或者說這隻伊莎貝拉 這兩隻都是 法師 然後 打 輸出都 蠻可觀的 那這邊 那我就介紹完 把他換回初始陣容 這樣我就介紹完這個第1套 通常長這樣的陣容 好那接著我們到第2套 那這套陣容的主力輸出就不是 女妖了 這套陣容的主力輸出是忍者 還有 鼓王 那這兩隻基本上在這個隊伍裡面是必備品 那鼓王我們都知道嘛 就是他靠著反殺打一波傷害 然後 他也是會在這個場上撐最久的人 除了鼓王以外 為什麼忍者一定要搭配鼓王 就是因為忍者 的輸出 需要在隊友都死光以後 那因為他的專屬武器效果會讓他的攻擊力爆增 那我們這時候還得必須有一隻還活在場上 那這個人通常就會是鼓王 所以忍者配鼓王來做主力輸出是還不錯的 那這套陣容 一定要在240等以後才可以開始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忍者的專武效果是要等差20等以內 那你前期可能一隻240一隻240等 那其他角色死掉之後對忍者就沒什麼屁用 所以說這套陣容一定要在240等以後才可以開始使用 那我自己在180等以後就主要是用這套陣容來推關的 那 忍者的 傷害真的是非常高 那 其他隊伍的替換配置 其實我覺得跟前面的女妖的介紹也差不多 就一樣 奈拉尼可以換成奧登嘛 也可以嘗試換成8等啊如果你真想要的話 那鼓王你不太能動 但是這個科學怪人 你想要的話可以把他換成末日 然後 骨弓也最好不要動啊因為骨弓 他扣 能量還有 恐懼的效果都還不錯 然後忍者是這隊主力輸出 他可以從前排開始也可以從後排開始 那智隆應該像這樣 那最後我知道一定會有玩家就問說 誒 那我到底應該哪一支先練 那我們先從 我們兩隊綜合一起說嘛 就 我自己是這樣就是因為你前期一定是女妖練度最高嘛 然後呢 骨弓一定要一直在你行元清單裡面 因為這個骨弓在兩隊都還蠻實用的嘛 所以你的優先順序是這兩支 那骨弓 我自己會練到非常高是因為 他的反殺效果真的非常不錯 所以說他的順位 大概是我的第3順位 然後呢 耐拉 因為他的功能取向 非常有用 那我在這個時候我下一次練的是忍者 因為我 自己覺得 忍者還蠻好用的 而且這裡你雖然說少一個坦 但是忍者 女妖 骨弓 都是可以堅持在前排 來迴避傷害或者坦 所以我自己對 坦的要求在這時候好像也還沒那麼高 實在需要的時候會去 那個傭兵裡面接一支 那在這時候女妖的練度也差不多好了之後我把它換成科學怪人來練 那 一樣嘛前面說的你這時候想要練末日也是可以的 還有就是我們前面說 就是女妖你把它拿來當作主力輸出嘛但是 假如說女妖不是你的主力輸出 你的主力輸出假如說是伊莎貝拉或者奧登 那 你就應該要優先把你的主力輸出的練度調到最高 那當然我這個順序並不會是固定的 那像有些玩家可能是女妖先 跟古王第2個在古宮奈拉末日 或者末日在古宮奈拉前面都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順序就看個人喜好吧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王陰塔的簡單介紹 那 我下集影片應該會做綠意了吧 好那謝謝大家觀看我們下期再見 我是達爾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拜拜